好 此圖為扇形 DOF 來 DOF扇形的話 那代表這個O就是什麼 O就是一個圓形 圓形 然後我們連接起來 以這個地方為半徑 以這個地方為半徑 畫圓掃過去 這個叫做一個扇形 題目講的喔 OAF ODF ODF 是個扇形 題目講的喔 好 跟直角三角形重疊 好 重點 這個直角同學圈起來 你只要是幾何題目 看到直角垂直 你一定要記住 這個90度 就是要準備要拿出來用的 而且老師一直跟同學提醒 不管題目有沒有考到 就算題目還沒考到你腦袋裡要 先準備好 只要看到直角 90度 你就要趕快想好必是定理等他 就算沒有用 沒關係 就叫三高地理 你至少你要了解說 他會用到這一個 可能用到這一個 而且機率也很高 就算沒用到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想著 放著 好 來 接下來他說 ODF 分別在AB上面 OD上面 來 這個地方就這一條在這個斜面上面 然後 F 在AC上面 好 D1 來 D1 5這裡 D1 5 相切VC 於1點 好 這個地方是切點喔 小心喔 切點來囉 好 腳OF 等於3 好 這半徑是3 OF 出現數字了 腳 DOF DOF 很無性的 又出現一個 90度 好 那就是四分之一元的嘛 好 腳 ACV 這個剛好就是90 90 好啦 然後他說 D1弧1 好 這裡是2比1 這個弧場是2比1 好 你們會覺得 幾何的題目導師一個一個來把條件用完 答案就知道了 你要一定要記得這個習慣 一個一個把它用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相切的條件OK了 我們都註明好了 切點90度 現在就是開始要玩這個數字了 這個半徑是3 所以OD的距離也是3 這個應該OK 好 問題來囉 他為什麼要給你這個 D1弧比上EF弧 為什麼要給你這個 你2比1會用就OK了嗎 因為這個地方是90度啊 所以這個弧比起來的話 這個弧當然就是2比1嘛 就是60比什麼 比30的嘛 太漂亮了 第一個 我們用到囉 60 30 你有沒有感覺到啦 感覺到有90 60 30 直角三角形 慢慢要浮現他的 第二個 你要記住 圓的題目出來 只要有切點 一定要跟圓心連起來 就算不用也要連 連起來 好 這個連起來以後 因為它是切點 所以這裡也是90 這90 所以這裡也是90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地方就出現了一個 來 尤老師 因為它是切點嘛 連起來是90 那這個地方也是90 好 問題來了 來 這90度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因為這也是60 30 所以這個你連起來的話 連O 因為O1 一定也是垂直 BC的嘛 可以嗎 好 90度 你看喔 那這個地方90度 太漂亮了 這個地方也是90度 你看喔 好 老師現在畫這個白色的 這個不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什麼 一個直角三角形 可是關鍵在哪裡 我們要度數嘛 因為這個弧是30 這是60 30 這個是圓心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角 圓心角 所以這個地方圓心角 這個地方就是30度 這個地方就是60度 好 60 30 來 有線索喔 因為這個地方垂直 BC 這個也是垂直 好 這圖有點誤差 你看看 垂直垂直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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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代表說 這兩條線平行 O1 一定是平行 AC 的嘛 平行的話 這叫做什麼角 內錯角 所以這裡就是30 太漂亮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裡知道 三角形 OAF 就是一個什麼 30 60 90的直角三角形 那OF 等於3 它是60度所對的邊 所以這裡就可以知道60 再推過來這裡又是30 因為這外面又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OF 3 那麼 注意OF是3喔 那AF呢? AF就會等於多少? 來 這是根號3比2 所以就是3除以根號3乘以2 就是2根號3除以自己乘對邊 這個同學 你知道嗎? 它是1比根號3比2的 這裡你要記好 30 60 90是1比根號3比2 同學 老師在這邊跟同學 提醒這個 在考場你不要忘掉了 這裡是3 換句話說你也可以這樣想嘛 根號3變3就是放大根號3倍 所以就乘以根號3 這裡就變成根號3 所以AF知道了 OA也知道了啊 OA就是等於多少? 根號3 好 知道這一段喔 知道這一段喔 太漂亮了 現在剩下哪裡?剩下這一段嗎? NH-AV嘛 那這又是直角三角形 又是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這個老師跟你講 你要連嘛 你看 連終於用到了嗎? 所以只要它要切點跟圓形就先連起來 就算不用 也無所謂啊 那連起來它就會給你線索 這裡半徑 半徑 所以OE 三角形 OBE 它也是30 60 90的 那我現在OE等於3 它是30度鎖對的邊 所以OB呢? OE是斜邊它的兩倍 所以它是6 好 那A B? A B不就是OA加OB嗎? 那OA是根號3 OB是6 所以就是根號3加6 所以這個選項 就是6跟號3 6加10 根號3 所以答案就是選C 所以同學 這個題目 老師告訴你 不是只有這個題目喔 很多題目你一定要記住 看到指甲趕快想 第二個 連接圓上面的點跟圓形 特別是切點 只要看到切切切 你就要連連連 切點一定要連圓形 一定要連起來 切點一定要連圓形 而且這個距離 切點跟圓形的距離就是半徑 切切切 連連連 看到切 你就要連 切切切 連連 你就把它連起來 它會給你線索 那把題目給你的數字 給你的條件 一一的放上去 你就會知道這個題目解題的方向 好 這就是這個題目 老師對這個題目的講解